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忠臣 主攻选择了曹丕 什么曹瑞啊,马良啊 这个地方老戏都是不错的,都是很好玩的 那么选一个老戏的话,直接辅一个曹丕 然后打曹丕都非常恶心了 所以说这一局就来选择一下版贼 对不对 那就辅曹丕吧,也不忙了 对不对 那么曹丕的话,看开局 之前这个马车没有筛牌是假的 筛牌以后是真的 现在这个数字一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表示马车里面有一张牌 那么中瑶的话,会给他左地吗 反正这个地方有毒条 他没有烂给左地的话,说不定还是好人哦 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也很给力的 我们是吧,这种武将还是很期待这种来属性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算是跳了一个大反贼 那么徐叔跳反贼了以后 我们就揍他就对了,这个地方先火攻曹丕 先火攻曹丕,你先揍他,你用火攻的,陶元不用了 注意啊,这个地方曹丕受伤害以后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他的放逐,一个是你先复,跟着掉血,哪个先驻发 注意,同时机的啊,都是指炒皮受伤后 既然是同时机的,那么就按照当前回合的历史证 先结算我们的这个仙服啊,先结算这个仙服的,然后后边才有那个放逐的啊 我为什么说你先打他,先打他,你再开陶元,然后再杀徐叔 你,你总不能说你,你还担心被徐叔被翻面摸一张牌,你杀不成他了吧 是吧,当然他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除了害怕徐叔先过一张牌以外 还想着这陶元升职,我不想刚刚去开,等到时候更需要血的时候去开 这家伙有点狠啊,有点狠 行吧,这里边你要注意啊,中瑶其实是自己人的话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名桃啊,天都一个桃 注意啊,是中瑶先决定不救了,我们才出了桃啊 他知道我们有桃,所以没救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曹丕十几张,老戏呢,一搞搞一顿 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奶的中瑶 所以说这里边啊,你就不要再想着说谁谁谁了 他们都是反贼或者内奸了,知道吧 谁好打,打贼,徐叔早点把他打下去,都是不错的 是不是啊,那么如此一来的话,保靠郭嘎 马车传过来,竟然用处不是很大 行吧,那我们看能不能怼,怼死这个徐叔了 能怼死就怼死,怼不死开桃源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骗无懈的,包括这个尖辟清烟 结果没骗到,那没骗到那就铁锁绑到呗 那就这么简单实在 反正呢,他只能兼闭一个 他如果兼闭的话,建议是先府的对象 而不是老戏啊,比如说 无限这个曹丕 所以说你看,我说的你不相信 你等着桃源升职,你升职了吗 你也是不相信,没办法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刚刚就有点吃亏 行吧,那这样一来的话,曹丕赶紧去打这个徐叔啊 至少徐叔还是比较好打的,轻轻松松的,对不对 没有,谋率是不高的 哎呀,这个铁锁不鲜多呀 他们两个,我们两个,直接卖 这都不卖,怂了 这玩意卖的越多越欢 对不对 他没有舍得拿这个副一马 害怕他接着干事情了 起码反正举荐也就两张牌 就这样吧 对他就对了 然后呢,强行想让这个马车里面塞个桃啊 那你一定要想清楚,别被解围了 就看清楚他的状态,别被解围了 二个就是,如果曹丕能吃这个桃,肯定是最大的收益 好吧,桃谁也别吃了,别用掉了 那这一局这个判定好像还可以啊 动不动就一个所谓的什么桃子,所谓的红牌 一个红牌的话,我们天度一个,曹丕两个 都不少的,都不少的 当然侥幸判黑的话也是有一个小松微的啊 他这个地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啪啪啪 把这个解锁解开 我们还要挨一个仙服啊 但是不要紧,由来的话 我们是有次序的战斗力 对不对啊 不要担心什么跟着仙服掉血 只要次序的战斗力 把他打出来,就喜欢卖 只要卖不死的情况下 卖得越爽越嗨 对不对 前提是不能卖死啊 有这么一个前提的 这个 关章其实这两血不是很关键啊 他怪香香给他掉了两滴血 这个其实真不是很关键 那么曹丕的这个乐呀 什么之类的都比较关键啊 甚至中瑶都还可以刷这个乐的 刷仇策 行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收不了徐述啊 万箭是收不了徐述的 但是我担心他杀一刀徐述的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陶 中瑶有一个黑飞机 除此之外呢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所以说这个关章的话 这一轮肯定是要连续的去武刀了 武圣咆哮 武刀 那么你中瑶去救一下排队顶 这个被我们那个了 被我们筹刹加天路了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翻中瑶的话 就是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中瑶有黑飞机也不能救了 所以说这得靠真讨 靠真讨啊 但是我们永远不用担心死掉 你一乱明确 潮批只要死不掉 我们是死不掉的 中瑶也好 潮批也罢 他们作用在潮批身上的团 都会同步作用到我们身上来 所以我们的状态肯定是不担心的 照理讲 如果说关章再砍一刀 我估计主攻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两个黑还是非常及时的 一来是顺威 二来关键是把那个关章的牌给他拔掉了 他那牌肯定都是杀 想都不用想肯定都是杀 所以说应该还是没关键的 因为中瑶当时有黑飞机不能救 他一回合只能用一个讨杀黑飞机 黑飞机只能当一次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啊 但打到这里的话 就是说你只要危险期过了 你就会明白 他就怎么的再也死不掉了 后续包括中瑶的黑飞机随便浪啊 我们再过牌啊 还包括这个反贼的减燃啊 火力的削弱啊 他就再也打不下去了 对不对 再也打不下去了 你这样一代的不信你试一下 看他这一个连弩会效果怎么样 还决斗上来就砸脚 决斗上来就砸脚 卖 直接卖 我们如果怕死的话 对儿咋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直接无脑的卖啊 无脑的卖 那这个地方还是卖 不要出你的啥 直接拿酒换鞋 对不对 直接 来一个筹策 一个筹策 然后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堆的技能啊 一大堆的粘动 这两个家伙是非常耐揍 非常内杀的啊 然后我们刚刚没有扒赵云的手牌 扒了一个破连弩啊 他这个连弩是非常不值钱的 因为他上来决斗中央就砸脚了 又又开了两个A 如果连弩值钱 他都不敢这么任性的开A 你有一个筹策的 所以说其实应该拿他的手牌啊 有几次都是不精准的啊 就是说得益于这个匠面 他强到了一定的地步 反正说敌人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 来遏制这个强度 所以说啊 但是有几次确实不精准啊 确实不精准 行吧 那我们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就说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就了 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了 这不可能再有一丢丢机会了 你也往实力打 对不对 上来无懈中央其实就是一个内奸 反正你别管你俩跳中了 剩下的不是反就是内 你也不要过分的指望谁再去帮你 对不对 不拉你下水都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还是打下来啊 得益于我们确实是那个实力派 这个你必须得承认 他就是实力派 玩的就是实力派 哎呦我去 这个ADD局怎么上来闪瞎我的眼睛啊 你看234567 这六个人 当然我们自身的翻面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是这个背面啊 我们是看不到的 这个意思是永久会员的意思啊 永久会员的意思就是说不是VIP9就是VIP10了 哎呦牛逼啊你们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不管你们多牛逼 我们从脚面上来比你们牛逼了就是更牛逼 对不对 所以说走此以来的话 这个刘备开几回合啊 旁边蹲了一个寻遇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么开始忙了一下貂蝉 然后呢 然后要不过了 还是说再给几张牌出去 那个搞一下寻遇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啊 没搞没搞的话稳一点也不错啊 但是这个地方寻遇就可能就到时候会跟他激情起来的啊 那么这个就打了一个反敌 然后也没有发动所谓的技能 那你看这个毒条啊 你看这个毒条咬得非常紧 啥意思 装逼防 装逼防啊 他不可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打开的 他只能简单的挂腹衣砍牛背贴兵什么之类的 是吧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啊 五秒防说白了 不是自己的意愿啊 每一步都不是自己最精确的意愿 只是一定不能超时 所以说能打出去就是赚的 这么个意思 那这三个牌都得丢的 但是可以在貂蝉的回合先用 所以说肯定该截命还是要截命的 毕竟你给别人补不了牌 对不对 哎呀我去你先扶他 你就决斗他 那这个很浪啊 搞呗 搞呗 使劲的搞呗 对不对 我 你看这个就是当场可以用 你不要担心他丢掉 他当场可以用 等他的回合结束以后 他才丢 你个鬼 我刚刚技工南蛮都密系原事了 你还杀我呢 哎呀我也是罪了 哎呀杀得好 你不杀我都逃不抢你赢了 就杀得好 就杀得好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反正现在知道这个事了 来吧 既然杀得好 咱们就夜火连剑 射白鹿 小书神侠 已必约 抽刀断水 水更牛 举杯消愁 愁更愁 那刘伯现在欺你就是这个状态啊 愁更愁 愁啊 徐于在旁边了 咱们就搞不了 结果还要一直挨到一直挨到 也是一个相当于跟古代那个被扁一样啊 动不动就是一个愁的状态 那么我们呢就是闹的状态 哎呀你愁我闹 高下逆判 高下逆判 所以说准处到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今天的视频就已经结束了啊 还有一个重要观点需要表达一下 那就是欢迎观看张坤三国沙直播 在战旗直播平台搜索湖北张坤2018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